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12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86.69 收盘价是186.79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9.19 最低价是在185.64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4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1.158亿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81倍量缩 KD值 我们会看到开口变小 双线是趋于合拢 那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回升 MACD开口不变 双线是继续下行 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由多头趋势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4月11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天见线 天见线的特征是上影线很长 至少是实体的两倍以上 小的实体在整个K线的下部 那含有短的下影线 那通常天见线是一根变盘的信号K线 那这根天见线它所处的位置呢 是在股价出现止跌后的反弹中 那通常如果天见线是出现在相对高的位置 它是一根直掌的信号K线 或者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K线 那我们来看看4月11日的这根天见线它的特征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两日K线的最高 那么前两日的这两根K线 它都是止跌的信号K线 也就是这根天见线的收盘价确认了之前的止跌信号 那么也就是说股价呢 后续有可能会向上 那不足之处呢 这根天见线它的当日的成交量不足 呈现的是量缩 并且这根天见线的收盘价 并没有重新站上当日新生成的五日均线值 那天见线又是一根直掌的信号K线 所以说呢 这些信号又给出了股价日后 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的可能 所以从K线上信息上解读啊 那它给出了日后的这个股价的不确定性 那么我们也要给出一个补充说明 就是如果日后股价继续 如果是要继续反弹 那么它的条件是必须要占上这根天见线的收盘价 也就是189.19 对我们指的是收盘价占上这个点 那只有占上它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向上 否则会出现预压而反转向下 好这是K线信息的补充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4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会出现反弹 我们给出了两个点位 一个是反弹会收盘在188这个位置 另外一个点位是收盘价会在191.5 在这个位置 那第二个可能呢 我们给出的是股价会出现横盘 收盘价会是在185附近 那实际在4月11日收盘价是在186.79 我们会看到它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 并且呢 当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 然后留有一个缺口 那我们刚刚从K线信息解读啊 说嗯 这样的一个天见线 它呈现的是量缩 然后呢 收盘价也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 那这样一根K线又是一根直涨的K线 那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还留有一个小的缺口 那这都预示着股价后续啊 呃 有可能会出现下行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 那对于4月1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 如果股价出现下行 那么它的目标依然是下方的这根水平线是176 176既是这根止跌信号K线的最低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它是3月20这根起涨K线的最低 所以股价如果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6 那好 如果176被跌破 接下来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64这个水平线 164实际上我们会看到是3月13日这根K线的最低 那是这一波上涨到高点 然后出现回档后继续上涨的一个起涨K线的最低 所以我们说从3月31日之后的这个股价下行 这一波下行的目标啊 一定是164 对 所以目前股价这个位置如果是下行 在跌破176之后一定是164 对 这是它的两个目标 那当然在接下来的目标呢 我们等股价跌破了164之后再去讨论 好 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 那讲到这我们把这个图缩小之后 我们依然会看到 对 在2月16日这根K线的最高 和3月13日这根K线的最低 也就是在164到217之间 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横盘的区域 好 这个呢我们作为一个信息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 那股价如果在4月12日或之后的交易日出现上行 它的目标 现在我们要变换一下 前一日的目标我们定的是5日均线值 那现在我们要把上行的第一个目标调整到189 就是这根天见线的最高 因为股价上行啊 它的目标一定是要瓦解这个值涨的信号K线 对 或者说它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K线 那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只有站上这根K线的最高 才会继续向上 所以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是189 是这根K线的最高 当然我们再补充说明 如果股价上行 比如说开盘之后上行 遇到189而不能突破 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做投的 那一旦在这个地方做投就会出现投 投低的下行趋势 又将建立一个新的短期的空投趋势 所以189呢 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 好 那么股价如果能够占上189实际上我们说也就有可能会重新占上20日均线值 那么股价才有可能出现继续反弹的走势 那如果继续反弹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2 也就是4月3日这根K线的最高 那占上202的目的就是要瓦解这个连三红下跌K线组合的架构 因为连三红之后股价一定会下行或至少会有新低 那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证实了这样一个K线组合的一个叫做经验总结吧 对 那目前股价是出现了反弹 那么如果能够继续反弹 上方再接下来目标一定是202 好 那占上202呢将瓦解这个下跌的动能的这样一个K线组合的架构 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7 那我们说股价日后如果能够重新占上207呢 会继续由3月13日开始起涨的这一波的多头趋势 也就是恢复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 股价继续向上或者是横盘 好 这是上方的三个目标 189 202 207 好 那对于 4月12日 在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 叫做观察位置 那么我们依然还是要观测五日均线值 五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84到186之间 所以我们要观察186这条水平线我们依然保留 在盘中我们看看 如果是高开盘 那么这个五日均线值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189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出现上行是否能突破这个点 所以在4月1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186和189这两个点位 好 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那对于4月11日收盘之后 那我们说现在是没有强反弹或者说是做多的进长点 那我们刚刚分析K线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根K线是个直涨的K线 它虽然确认了之前的直跌信号K线 那么但是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 没有占上五日均线值 这这些信息啊都说明在当日日内多头的动能不足 那日后啊我们说如果不能够突破这个直涨K线的最高 那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做头而出现反转向下 所以在目前的这根也就是4月11日收盘之后呢 是不可以技术上是不可以进长强反弹或做多的 它很容易反转向下 那即使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了高开盘或者跳空的高开盘 继续反弹呢 那我们也要等待 因为它既然有可能会出现反弹 当然也有可能会做头出现下跌 所以这个位置是技术上不可以进长 好 那我们再来看空头 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 对于空头我们会看到其实在4月11日盘中是有空头力量进入的 从这两个止跌信号K线的最高 也就是从186之上 一直到上方的20均线值附近都是有空头进入的 对 那对于4月12日我们说在189也就是前高这个位置和190 190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 在这个位置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是加仓 那他们的目标是176 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100上方 也就是192到194之间 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讨论空头的时候说 他们的回补位由194提升到了192 那么对于4月12日 他有可能会从192再回调到194这个位置 对 好 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讨论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1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首先到来的我们会看到 依次来说有前高189 然后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是从189到190之间 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均线值是从190到192之间 那我们把它们合并 那第一个压力区间是从189一直到192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压力区间还是比较宽的 嗯 好 那再向上的一个压力就是198到200整数关口 198是4月4日这根K线的最高 然后还有一个200的整数关口 在这个区间这是第二个压力 第三个压力就是202 嗯 是这个K线组合的最高 好 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 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是在184到186之间 那么这个区间呢也涵盖了下方的这个缺口 这是第一个支撑 第二个支撑是在180 是4月10日这根K线实体的下沿 然后第三个支撑是176 嗯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4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两个可能都是带有条件的 我们预测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或者是继续反弹 那我们给先给出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 如果出现反转向下 它有可能是一个低开盘 或者是叫跳空的低开盘 对 然后呢股价上方最高会到达185 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再留有一个向下跌的流走势留下的一个缺口 对 那么最高是到达185 最低下方会到达178 然后收盘会收在180附近 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7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反转向下 否则我们给出第二个可能 就是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 如果是继续反弹 它有可能是高开盘 甚至也有可能是跳空的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7 在这个位置 上方最高会到达192.5 收盘会收在191.5附近 在这个位置 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7的 在这个位置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继续反弹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